现代人电子产品不离生 一天当中用眼的时间也越去增加 如果你曾有过暂时性的眼前一片黑情况 那可就要小心了 因为可能是罹患眼中风的前兆 眼中风还可能导致大脑中风和心肌梗塞的病变 是网膜中心动脉就是被血栓塞住 那这个血栓是从哪里来的呢 大部分就是从颈动脉还有心脏过来的 那同时这个血栓可以造成眼内中风 同时也可以造成心肌梗塞 还有打到大脑的血流 造成大脑中风 该如何预防眼中风 医师也给我们一些小提醒 如发生眼前一片黑 突发性单眼及无疼痛失明的症状 就应尽速前往眼科接受治疗 如果视网膜缺氧超过90分钟 就可能造成无法挽救的伤害 用手指按压按10秒放5秒 按10秒放5秒 或者是在眼科的细细灯前面 用眼科的器械接触眼球直接按压 也是10秒5秒 视网膜动脉暂时被血栓塞住 而后又被血流冲开 如果是发生了这种情形 就是视网膜中风 眼内中风的一个前驱症状 建议就是尽速来眼科 做详细的评估检查 医师也特别提醒高血压 糖尿病 高血脂三高患者 必须格外小心罹患眼中风症状 此外 此项研究也分别发表在 国际知名的美国及英国眼科医学期刊上 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先锋 记者林佑村 谢梦荣台能报道